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不好意思 好了 因为我感觉这一次就是 以不同的身份去那种感觉 那一年去还感觉是那种模拟两可的感觉 这一次去就真的是 父母肯定心里都心里肚明那种感觉 真的 你看你这朋友圈都发过两亲户接我的照片 能不知道 他们又没点赞 他们可能没看到 你爸妈会不看朋友圈吗 肯定肯定会看 对啊 哲似朋友有一个亲戚敢点赞 一个亲戚敢点 亲戚都选择视而不见 反而给我点赞反而尴尬 就好像他知道我一些小秘密怎么样 都不点赞 都爱心你知道 感觉可不好意思 你不说他不说没人就会说 就当初都不说就好了 大家都不知道 你不说他不说谁会怎么提 不会的哈 然后他们还会自询尴尬 说你跟刘冲一般都几点睡啊 你们一般睡到都睡多久啊 睡多吗 他会说他会说 他会说 对身体不好 真的假的 你赶紧在自己的老五这种乱七八的有的没的东西 听的都让人 而且我以前其实对我爸说过一句话 我之前我爸有事就是在车上吗 当时他他不知道送我去哪里还是他带我去哪里 那我再跟他两个人回家路上 我跟他说我说 有后过年我带个男的回家过 然后当时我爸怎么回我那句话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句话 沉默了 我爸就沉默了 然后他两年以后可能会想 他他当时觉得应该就是我开玩笑怎么样 现在过两年都会想起这句话的想 他想 原来当时柳冲冲已经提醒过我了 没想到这个事情是真的 唉 我爸当时沉默了 我爸当时觉得是开玩笑的人知道吗 那时候爸 爸说什么亲戚就长大了 都开始带你朋友回家 那时候爸爸说什么亲戚就长大了 都开始带你朋友回家了 然后你就说带个男的 我说得头都不搞 我会带个男的回去 那你两年前你说这句话是什么心灵 是什么心态呢 那也不知道什么心态 可能半真半假的那种心态吧 两年前 嗯 两年前都还没认识我呢 嗯 那你就半真半假的心态啊 你那会看上谁了 嗯 你那会看上谁了 呀 重要吗 这怎么不重要啊 那不然你后来联想 你突然跟你爸说一句 你要带个男的回去 还半真半假 那你肯定是对哪个男的有意思 才会跟你爸说这种话 怎么可能啊 肯定不会啊 那你怎么会突然讲这个呢 哎 我都忘了 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那重点是哪呢 这个故事 重点故事就是 我以前去提醒我跟我爸妈 所以爸妈她们就是 会情然接受的 你不要害怕 好 这样就是你不用害怕去我家 哦 学完了 你学了几个 学了 学了两个 学三个 你不是又给我 把愿望给了我一个吗 对 就学 给你一个 然后就输给粉丝们一个 然后学了爸妈一个 没了 你自己呢 我没有什么好学 你没有许愿吗 对啊 没有许愿 你在刚才在心里默念什么 心里默念我们百年好合 就没了 对啊 然后就是祝大家天天开心 然后就父母身体健康 就没了 行吧 挺好的 我的三个愿望 好 三个主了 吹之前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吹之前 不知道 我 我爱你 哎呀 你看你现在等这些 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 说我爱你 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 很害羞啊 那你好认真声乐 别为台老公舍不 好 那不舍了好吗 我去下车吧 好 三二一 那我这个也吹一下 好 这你来吹 好 这我来吹 对啊 刚刚我那个也一起吹了 那不是又又 那又来一遍啊 不用学了 直接吹 哦 再吹一遍啊 对 好 就直接吹 直接吹 那你刚才说什么 嗯 你吹之前要说什么 我不说了 你看 要不说我爱你 可害羞 我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 你看 我吃了 好 三二一 看朋友圈 我朋友圈在我手上啊 你们咋看 在这个直播手上 对啊 他他他只能看到就是他看到我共有 共有 我有很多朋友他都不认识 对啊 他有200多点赞 嗯 但他发但是他发的是这一张 我能看到的有这么多点赞 你看 太亮了 我能看到的就有这么多 拜拜 太爆了 就是 别让他们看 差不多大概就这样了 太发了 对我发的是一张我们俩合照 那一次性 OK的一次性 真的我们来我们来做一个挑战 很无聊的这游戏 我先我先试一下 我看我能不能一一一把插中 你挺明显 能玩这个吗 玩一下吗 什么能玩这个 抓中了吗 没抓中 我不知道 我没我对这个不敏感 没抓中 没抓中吗 没抓中 两边都没抓中 对对对对对 差一点点 那边也没抓中 嗯 那可明显 你看 等一下 能玩这个吗 你有两个 两个手一起聊 这样子在考验 我们俩对彼此有没有默契默契 了不了解彼此 等一下 我还没开始 不玩这个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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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在后面 在后面心里想的是 你只要收到一个手工礼物 你会很开心 你看 都值得 经历 不痛 不痛 你现在在这边对 这边不痛 自己能不能不痛 如空 对 但是 感觉 这个 はい 你